這塊是碳 這塊也是碳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這兩塊碳的價值差那麼遠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兩塊碳究竟有甚麼分別吧 要了解兩隻碳的價值為何差那麼遠 就要由它們的結構和性質入手 首先講講鑽石 它是來自世界上最硬的天然礦石 即是金礦石 經過打磨後的金光石就是鑽石 碳原子的電子排列是2、4 根據這個電子排列 碳原子有四顆外層的電子可以連結其他碳原子 在鑽石裏面 每個碳原子可以與另外四個碳原子以共架件的方式連接 向四面八方伸展 形成3D網狀結構 而這個網狀結構 我們稱它為巨型共架結構 由於碳原子之間有強大的共架件連接著 令到金光石有極高的硬度 以及擁有高用點高費點的特性 那石物呢? 石物入面就由一層一層2D網狀結構所組成 與鑽石不同的分別有兩點 第一就是每個碳原子只會與三個碳原子連接著 形成一個六邊形的網狀結構 而多出來的一顆電子就會成為離壁電子 可以在網狀結構內自由走動 令到石物有導電的特性 而第二點就是 由於石物是2D網狀結構 而不是3D 每層的石物層只會有微弱的反德華力連繫著 所以石物層很容易脫落 亦令到它很容易斷裂 正因為有這個不同的連結方式 令到石物和鑽石都有不同的特性 從而令到它們的價值也有不同的 如果你喜歡我講解不同的生活知識 記得LIKE SHARE這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